各位熱愛籃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歡迎繼續來收看 一百一十二十年度 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女一擊的六強副賽 最後一天的賽程 今天是二月二十一號星期三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 要為各位送上的第二場比賽 是台北市立大學 跟美和科大的較量 美和科大先發五人 比威、徐可欣、蔡信瑜、徐可惟 還有莊成林 那在台北市立大學的部分 前衛捐教練所率領 先發五人楊佳佳、郭靖文、侯子映、邱玉俊 還有方曉晴 很有心喔 前幾天場邊也有這個 自己帶這個鼓來敲的這個球迷 來幫北市大加油 第一波美和科大的蔡信瑜 兩分拋進 楊佳佳的掩護 邱玉俊 再給到楊佳佳 漂亮的配合 港菜配合之後的下滑 邱玉俊再起來 包含葉玉琳 包含今年侯子映畢業之後 明年更是這個邱玉俊必須要躺起北市大 徐可惟打進了兩分 一直維持住 對 場經得分是可以超過二十五分的球員 對 而且他在六場出賽 還可以連續三場比賽得分都超過二十分 他的得分至少都上傳 對 地板球找到徐可惟 再交比威 這個extra pass 很漂亮 現在有點回到他們自己本色 沒錯 這一球 leading pass 給到前面徐可欣 背框轉身 想要吃掉邦曉晴 好 攻了 附賽他的得分的平均是比預賽要下滑蠻多的 但是他在籃板上面跟助攻上面其實是有微服的提升 所以還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幫助 交到裡面 郭靖文的出手 直接把握得滿好 楊佳佳 從裡面扛 面對蔡新宇 mismatch 上籃得分 就是轉得好 而且重點是他的體能真的也非常勁爆 每一場比賽他都幾乎要打滿全場 但是他還是會維持 三分的命中率還就是不算差 那只是在正式開賽的時候 就沒辦法把握 手 楊佳佳 兩分打進 影響很難 整體的整個放球的這種把握度 就比前面幾場比賽來得要好 這球打得很簡單 蔡新宇找到徐可惟 左邊的 轉換過來 郭靖文外線出手 郭靖文今天已經得分來到了7分 回過來 美和的反擊也來得很快 回來一下就馬上下去 因為不能增加他犯規的風險 影響雲地板球找到侯子印 輕鬆的兩分 徐可惟 這個球 從兩個人包夾當中這個轉勝 前面四天的這種高強度的比賽 今天的美和科大整體來說 的球員體力須要下滑 侯子印游戲區的拋頭得分 真的這也就是這個學年看 是不是最後一場球 就是看今天的這個表現 陳千惠無定的三分 給到影響雲 繞到籃下反攻 進了 雖然身材比較嬌小 但是靠著他的 火牌一層再抓一個進攻籃板 給球的時候掉了 轉換過來 跑在前面的是侯子印 上籃有了 放手完之後 一個轉換快攻 留這個侯子印在場上 那因為這也是他UPSM 亞洲最後一個球技 或是美國這邊陳千惠的三分球 總是能幫他們止血 北市他耳朵有力 沒錯 這一次楊佳佳的關門防守 又收到了效果 轉換過來侯子印 拋頭 所以可能這場比賽的關鍵 很早比賽的 如果減少失誤的話 對於這種打法是蠻有力的 蔡清瑜的外線投進了三分球 踩在線上 多打掃的機會 許可威自己上了 這個球竟然也沒有投進 比威進攻籃板 有了 有了 還好比威後面的進攻籃板有補進 沒錯 楊佳佳 面對比威 傳出來 葉興投進了三分 往裡面扛了 出手沒進 郭敬文進攻籃板再打有了 進攻籃板的表現 北市大今天很出色 許可威 再給潘依晨兩人配合 這一次出手沒進 潘依晨自己搶 再打 有了 好球 二波的機會 來自於 來交給這個隊友 所以其他人今天要更準備好 隨時要接這個球 楊佳佳 好球 拿得非常的強勢 現在比的領先 是在北市大的手上 好球 許可欣 殺進去 左手的上籃油 美和還是能 再往裡面走 這一次被搜出 許可欣給到前面的姐妹 許可惟 上籃油了 漂亮的快攻 好球 或者是許可惟 許可欣 姐妹的這種兩人小組配合 哇 輸到尿船 郭靖魂 給空手走位的楊佳佳 在籃下輕鬆要到分 所以其實要花蠻多的心思 就是在這個生活上面 這邊美和柯大在下板場 許可惟首先拿下BioGo 陳千惠 地板球給到裡面 哇 這個時候操球成功 光誠霖很快的操球 好球 許可惟上籃得分 美和柯遠 他不只是在場上自己 能夠靠自己的能力 去幫助到球隊之外 其實他的精神也都一直維持得非常好 他隨時都在鼓勵他自己的隊友 哇 這一球很驚險 不過蔡俊俊撿到之後 拋射球 哇 美和在第三季開一集 也打得非常精彩 八法的三中 對 那在整個六強附賽 其實他們也是六支球隊裡面 罰球命中率最低 郭靖雯今天得分已經上雙了 跟表現 黃曉晴給到邱宇俊再交 猴子應拋頭起碼射箭 沒有問題 北四大馬上打了一場門票 沒錯 黃曉晴地板球給到楊佳嬌 漂亮的觸動 轉換過來 蔡清瑜 中路轉身 後仰跳投 有 TOP SHOT 四個球技都拿下第五 郭靖雯切入上來沒有 楊佳嬌進攻籃板 進攻籃板之後的攻勢 他現在進攻籃板 他現在進攻籃板 抓到保 而且這兩分他自己打進了 真的進區其他每個科大 調給籃下的比薇 Mismash 身高的優勢 兩分打進 給到了許可維 湖頂的三分球 沒有 正常籃板的時候 有哨音 應該不會是比薇吧 有哨音 我們反過來 許可維先放球隊 拿到分數 現在雙方三分球 下滑狀態之下 許可維反而是 整個狀態更加的提升 侯志祺這個給球很漂亮 李甄儀 比數 李湘芸 跟著方孝晴的兩分要到 連續這四分也是非常的關鍵 但在處理球隊 傳球真的要小心 許可維拿到球了 在前叉航上籃等分 美盒又要追上來了 許可維今天二十一分進場 比賽都拿下二十分以上 真的在這種 特別是六強副賽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就調給籃下 侯志祺兩分要到 侯志祺今天有十七分 侯志祺給到裡面 郭靜雯 今天真的在籃框附近很槍勢 關鍵時刻 這球被操走了 侯志祺 輕鬆的兩分 這個對每個科大非常的傷 對 沒錯 這種 但比賽還沒有結束 許可維 哇 這都來了 二十四分 許可維 真的是不放棄 黃宇軒 切入 最後會先的官房收到效果 但是籃下又是進攻籃板 今天郭靜雯真的對於這個進攻籃板的 沒有 哇 這球掉了 又是郭靜雯 有自己的生涯新高 在今年這個大四 最後一場比賽 終於是 打出了這個 自己的水準 陳千惠 中路殺進去 上網路高 十四分了 今天的第一個切入出手 美盒這一波 要把握住 蔡清瑜的挑頭 三分差 美盒科大 太可怕了這個任性 美盒科大現在就是要避免犯規 猴子齊切入上籃 兩分點 這時候還是把球交給學姐來處理 沒錯 轉換過來 現在美盒要穩扎穩打 陳千惠的外線 對 陳千惠 他法會讓對手站上罰球線 我們再來看一下陳千惠這個三分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哇 陳千惠真的大型給到陳千惠 外線罰起來來出手 差一點點 籃板球回到了美盒科大手上 陳千惠再把 對 所以說不要搶三 但是 這次單場MVP 對 我覺得剛剛在站停的時候 他應該完全就是沈浸在自己的這個 等一下場上要做的動作 完全沒有聽到這個張欣然這樣的提醒 他說不一定要搶三 但是他一接到球 找人 陳千惠進攻時間剩五秒 陳千惠中路突破 上籃 對 又是陳千惠 追平了 哇 這時候千惠君教練趕緊喊暫停 突破 拋頭 最後抽沒進 球波打出來 徐可惟拿到 Logo下的機會 沒有投進 這場比賽要打到延長加帶 我的天啊 打到了最後一天 還有這樣子的戲嗎 正好 徐可惟外線沒進但進攻籃板 最後美盒再拿到蔡清瑜 拋頭 注意 猴提彎第一個Fill Go 是美盒科大拿下來 這球給到猴子英 又是猴子 猴子英今天23分 哇 美盒要把這球抄回來了嗎 猴子英 段中又把球撈回來 邱玉俊 給到前面楊佳佳 兩分 白錦 哇 這球直接被撈走 但是 球滾到了 新球來滾 兩分鬥是在盲中有錯的情況之下被對方得 是主動的來說由他來發喔 啊 這球最後沒有機會了 好可惜 好可惜 中場 台北市立大學在OT1以82比80驚險的擊敗了美盒科大 好可惜